清晨的阳光穿过深海的比奇堡 张鱼哥从睡梦中醒来 今天的天气很好 但张鱼哥是觉得糟糕透顶 他厌倦了每天996的生活 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于是他决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起来 讲到这里 一个邪恶的计划突然诞生 大家好,我火龙啊 今天来玩一款刚刚在国外发表三天 就引起热议的海绵宝宝童人游戏 张鱼哥之死 我操纵着张鱼哥 像王昌一样来到谢宝王 开始自己的工作 首先是派送汉堡 您好,这是您点的谢黄宝 这是您的双层谢黄宝 三层谢黄宝 再给您担走一杯Cappuccino 嗓嗲 还有 我去 哪位客人点的AK47啊 是您点的吗 还是您 您 这 就当是我们店里送送给大家的吧 今天正好店庆啊 买一发送一发 在给客人们全部出餐完成之后 有啥叔叔们也都已经来到了门口 但我还是决定先去请示一下我那个满嘴职场CPU的老板 进入后厨 谢老板已经把自己的办公室门锁死 但这二傻子都不知道自己把钥匙落在了冰箱里 打开房门 将这只大红螃蟹从箱子里揪出来 没有一句废话 直接扣下班机 张鱼哥疯了 谢黄宝声音员 之前连环杀人案很快登上了报纸 我们的法外狂徒张三鱼哥先生 已然成为了比奇宝最出名的五星市民 他看着流线型汉堡格在公路之上与警车展开狂飙 来看后方演播厅发来的报道 随着电视新闻戛然而止 我们控制的角色也从张鱼哥变成了松鼠山地 今晚我就要潜入海绵宝宝的家中一探究竟 而游戏的画风也开始从GTA变成了奇精灵 波罗屋内光线昏暗空无一人 但仔细听却能听见走廊内传来诡异的啪哧声 我需要在这个恐怖的波罗屋内探索海绵宝宝的踪迹 稍不留神 张鱼哥就会突然出现 将树敌插入我的心脏 仔细寻找 在客房内一个被木板封住的门内 可以听见派大星的惨叫声 用在浴室中找到的撬棍撬开木板 此时的派大星正被一个巨大的圆巨拦腰切割 这次也用横飞的画面实在是太毁童年了 不想要阻止 可是这电锯插头已经被死死的镶在了墙里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门口的电箱 小心翼翼来到前门 砸开锁头关闭电闸 果然派大星身上的电锯停止了工作 把露出来的九转大肠塞回去后 派大星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线索 他最后一次看见海绵宝宝 是章鱼哥带他去客厅的时候 之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 我现在只要把派大星安全送出门 又能接着去救海绵宝宝了 可是这货实在是太慢了 客房的大门直线距离不超过二十米 他愣是捏手捏脚走了一分钟 他必须得我带着 我离开他超过三米就开始原地待机 每次猛一回头 这货比章鱼哥都吓人 顺利把他送走之后 沿途躲避章鱼哥的搜寻来到客厅 这里面哪像是能藏人的地方 哎不对 这地上的划痕 果然 这书架原来是到暗门 这在他们的黄方块架头 居然还有个二楼 不过看着二楼墙上这些照片 倒是让我有了一种温馨的感觉 小鹿 我的天哪 这个章鱼哥连蜗牛都不放过 他甚至把小鹿的壳都敲碎了 继续深入 我终于发现了满眼血丝的海绵宝宝 他此时已经被章鱼哥绑上了一台神秘的机器 正当我准备把他救下来时 章鱼哥的声音突然从走廊的镜头传来 情急之下 我只能钻入旁边的衣柜 只见章鱼哥突然按下开关 随着机器启动 海绵宝宝的惨叫声也响彻天气 两边强大的拉力迟早会把他撕成两半 这是何等残忍的酷刑啊 虽然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演的 反正他叫的挺惨的 等章鱼哥走后 我赶紧寻找拯救海绵宝宝的方法 嗯 看来这个电路最怕水了 是谁就在深海的八宝宝宝宝 哎 玩个游戏而已 不用带脑子不用带脑子 在旁边的房间内找到一个水桶 用他灌满浴缸里的水 颇向电路板 就能把右手边的机器破坏 可是这另一边的齿轮应该如何处理呢 在花费了一点时间搜寻之后 我终于在走廊镜头的储仓室内 发现了一把坚硬的扳手 把它卡在齿轮之中 应该就能让这机器瘫痪 可这呢我准备返回时 后里蟹他来了 游户柜子中 张鱼哥脚底的夹击声越来越近 这压迫感实在是太强了 站着他离开后 直接一口气跑回海绵宝宝身边插入扳手 我终于将他救了下来 但与此同时 张鱼哥也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了我们身后 他双眼通红 一边诡异的拍着手 一边发出奇怪的笑声 并表示这一次是海绵宝宝最后一次破坏他的计划了 说吧 张鱼哥便掏出树敌捅向了自己的身体 没错 这就是他的计划 他早已经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每天干着不喜欢的工作 朋友不多 爱情难找 还要被老板疯狂打扰 自己的爱好也因为种种原因总是被嘲笑逢人 他想到了自杀 但在这之前 他要先报复这个世界 伴随着血液染红地毯 这个曾经给无数人的童年带来欢乐的卡通人物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游戏到此结束 总而来说 这个游戏虽然比较短小 但是画面和细节还是不错的 如果能更深层次的探讨一下张鱼哥之死的那个都市传说就更好了 那如果你对于剧情有更好的猜想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哦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就帮火龙点个赞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